大家好,今天我将向你们介绍一款强大的AI办公助手,WPSAI。 这是一个利用先进大语言模型开发的智能应用, 其功能包括但不限于生成文档,实现多轮对话,以及处理已有的文档。 凭借其独特的起草、改写、总结、润色、翻译以及续写等功能,WPSAI能够满足用户的大部分需求。 要想体验WPSAI,首先需要在其官网中申请体验官资格。 填写并提交申请表单后,官方团队将会在24小时内提供邀请码。 登录你的WPS账号并使用这个邀请码,即可激活AI权益。 激活成功后,就可以根据对应的版本下载并开始体验WPSAI了。 在清文档中,用户只需在首页点击新键,然后选择清文档,之后唤醒WPSAI, 并输入你需要撰写的主题关键词,WPSAI就会自动生成一份完整的文章大纲。 如果用户需要详细的内容,可以选中大纲中的某一段,然后在悬浮框中选择WPSAI,并启用续写功能。 WPSAI将为你生成一段详细的内容。 此外,WPSAI还能生成招聘需求,甚至可以编写程序代码。 在WPS的PPT模块中,假设你要做一份以某个主题为主的PPT,只需在新键演示页中选择智能创作,然后输入你的主题。 WPSAI将会根据你的主题生成大纲内容,点击应用即可生成。 生成幻灯片后,你可以选择由WPSAI推荐的风格,一键更换。 你还可以让WPSAI根据你的需求更换主题、配色、字体等,以此来快速提升PPT的视觉效果。 而且,WPSAI还能帮助你生成演讲稿,让你的演讲更加得心应手。 在WPS的PDF模块中,打开一篇PDF文章后,点击右上角可以换起WPSAI。 选择分析常文功能,WPSAI会对文档内容进行深度分析和提炼总结。 点击WPSAI提供的重点问题,你将得到附带内容来源页码的解答。 点击页码可以跳转到对应页面了解详情。 总的来说,WPSAI是一款功能强大,使用便捷的AI办公工具。 它可以极大的提高我们的办公效率和工作质量。 不管你是在起草文档、改写文章、制作PPT,还是分析阅读PDF文件, WPSAI都能给你带来前所未有的办公体验。 欢迎大家申请体验,体验AI带来的全新办公方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,订阅,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,订阅,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